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小說其實就是在講台灣的布袋系發展的歷程 這些從事布袋系行業的人 他們的心酸血淚跟他們奮鬥的故事 其實最早的靈感是來自於我們的布袋系大師陳希皇 他在那個紅盒子裡面的表現 你們如果去看那個預告片 哇!他那個手這個肌肉可以練到這樣 然後這個靈活的程度 所以你會覺得就算沒有一個戲友在他手上 可是那個戲友好像會自己跑出來 在講一個布袋系的演師 他本身非常具有天賦 在四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系 五歲登台 然後十一歲以這個 碰紅塞的這樣的一個名號走跳江湖 然後又在年紀很輕的時候跟這個布袋系大師打對台 可是就他人生要走到最高峰的時候 因為出了一場意外 然後失去了勢力 他等於就是變成一個成眉山 是一個盲人 那一個盲人他要怎樣演布袋系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我的故事大概就是 從這樣子的一個傳奇的布袋系師父的一生 然後用十六個角色來詮釋他的人生故事 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其實是很過癮的 因為他就像在演一齣戲 不太像在演一個小說 但是很容易碰到卡關的部分是 會去想說要集中在這個主人翁的故事 還是我現在在講的這個角色 因為他是十六個不同的偶頭 十六個不同的人物的故事 串起這個主角的故事 所以其實這中間 他形式上是有一個形式之美 我自己出了一道難題把自己困住了 就我們這種天秤座很喜歡這種形式的美感 但其實你要把這個東西弄好 其實是不容易的 不小心就會把它寫壞了 如果自己覺得寫不好或者停下來 或者卡住不知道故事怎麼走下去的時候 我當然會做就是把這個布袋戲偶拿出來 然後就練一練 然後去揣摩一下這個角色 他的心情 因為故事裡頭我也提到說 其實人就是偶 然後偶就是人 人就是阿阿 阿阿就是人 當我覺得這故事走不下去的時候 我就試著把這個秀拿出來 你感覺上就可以繼續寫下去了 布袋戲其實本身有 真的是有很多是可以 可以跟我們真實人生注意一些呼應 比如說我前面講他母親 那個很飄悍的母親 在跟他講說 這個演布袋戲就是要有欺負 阿阿要請到水 兩個字 欺負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 也是一個做人的道理 就是我們如果做人沒有那種氣魄 常常你就沒有辦法 事情就沒有辦法走下去 你如果沒有那個意志力 或者沒有那個自信 其實很多事情會打折扣的 那也好比說 他母親會跟他講說 這阿阿阿不會彈 就這樣隨便丟 就像一個沒有精神的人 他也說你如果這樣對待戲喔 以後別人就這樣對待你 像這些道理我覺得其實在布袋戲裡頭 其實是有 有數之不盡的人生的智慧 那也是希望能夠在 這個小說裡面能夠呈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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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